男主完全没有料到自家阳台上会躺着一位陌生的美少女 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和困惑 与无伦次地表达出内心的混乱 与此同时 少女醒来后却毫不惊讶 反而礼貌地打招呼 这让男主更加迷茫和困惑 尽管少女全身湿透 男主还是优先考虑让他换上干衣服 坐在门外等待的男主既害羞又紧张 不断猜测少女的身份 是小偷吗 还是离家出走的cosplay爱好者 想到可能是恶作剧 男主立即拉上了窗帘 尽量隐藏自己的不安和困惑 在这时 少女围着浴巾走出来 问是否有衣服可以换 男主一时慌张 急忙寻找干净的衣服 想掩饰内心的小悸动 虽然没有女装 男主只好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 没想到少女穿上后如此可爱 阳台道了歉 男主原谅了他 随后 少女自我介绍说他的名字叫永远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动听 再加上他漂亮的脸庞 男主觉得他可爱至极 而永远则认为男主是位十分温柔的人 他能够与心灵如此清澈的人相遇 一定是神明的引导 男主听到永远的称赞 觉得他很懂礼貌 应该是个好孩子 然而 永远突然想起还没跟男主的家人打过招呼 得知男主是一个人居住 永远觉得他很厉害 他竟然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住宅里 是礼貌的微笑 同时他也感觉永远有点脱节 不过 男主更加好奇的是 为什么永远会在阳台上睡觉 当男主询问永远的原因时 他主动起来表示 必须要报答这份让他住下的恩情 永远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我什么都会做的 请不用客气 大胆说出来 面对如此主动的美少女 男主的大脑瞬间浮现出不可描述的画面 但他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欲望 坚定地表示自己什么也不需要 然而 永远是那种有恩必报的人 决定帮忙做家务和料理 结果他却发现冰箱空空如也 由于料理不行 永远决定帮忙收拾家务 却不料男主的学习资料 一不小心就曝光了 这场小插曲还没平息 永远突然在阳台大声呼喊 原来他在阻止附近的家猫打架 眼看永远的手指受伤了 男主贴心地帮他贴上窗壳贴 这一举动让永远感受到了 一股暖流涌入心头 在这个时候 男主建议永远还是回家比较好 因为女孩子在外露宿很危险 然而 永远却表示自己住在天界 那是神明居住的地方 女孩是一个天使 名叫永远 他按照神明的指示 降临到地面上来学习人类世界的知识 男主看到永远那身性不移的眼神 终于明白了他的真实身份 然而 男主也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认为永远可能是一个脑子不正常 会骗人的那种人 在此时 永远想和男主商量暂时住在这里 但幸好男主的打工闹钟响起 他趁机把永远赶出去 毕竟 如果他赖着不走会有麻烦 永远看到男主不愿意 也没有死缠烂打 而是离开了 之后 男主去上班了 男主是一名高中生 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独自生活并打工 今天他感冒了 感觉身体越来越沉重 所以早退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他回想起早上与永远的那次相遇 他觉得他真的很可爱 就在他觉得不可能再见到他时 恰巧和永远擦肩而过 男主角吓了一跳 转过头确认时 发现永远也看到了他 并开心地打招呼 然而 男主角误以为站在永远旁边的大叔是他的爸爸 但永远却澄清说他不是他爸爸 就在情况逐渐恶化 大叔邀请永远去酒店时 男主角意识到大叔可能有不良意图 于是二话不说就把永远拉走了 男主准备解释时 却突然晕倒了 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家里了 永远非常担心他 询问他感觉怎么样了 是否有不舒服的地方 得知男主没什么大爱好 永远松了口气 泪水也不禁流了下来 男主感到惊讶 明明刚刚认识 怎么会对自己如此关心 看到手里的毛巾 他意识到永远一直在照顾着自己 而且他还煮了粥 还用嘴轻吹凉后喂给他 这种关怀让男主感到温暖 也让他重新体会到了人间美味的温暖 男主看着永远天真无邪的表情 心中不禁感到不忍 他轻声提醒永远 跟着陌生人走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他告诉永远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超出想象的坏人存在 永远听了后 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 低下了头 男主随即表示 如果永远真的没有地方可去 可以暂时留在他家 这番话让永远感到非常开心 他紧紧抱住男主角 兴奋地表示同意 尽管有些奇怪 但男主角觉得永远是个善良的孩子 突然 男主角想起一个问题 永远是如何把他抬回家的 事实上 这很容易解释 因为永远可以飞行 这个发现让男主角目瞪口呆 男主第二天醒来时 一开始还以为昨天的一切只是发烧造成的梦境 然而 当他看见被窝里的天使时 再次被吓了一跳 天使的存在并不是唯一的惊喜 他们之所以睡在一起是因为只有一床被子 于是 天使和男主角的同居生活就此开始